不断转世 用善行来积累善德 积累善缘 是成为佛婆的修行方式 其中 某一世大悲菩萨 生于大富豪之家 从小就颇懂修行之道 他还有一个弟弟 在他的影响下 也不喜欢财宝产业 而对修行颇为喜欢 咱们的两个儿子都喜欢修行 对家里的产业不生喜欢之心 这可怎么办呢 大悲菩萨的父母亲在聊天时 谈起了未来产业遗传问题 颇为感叹 不久之后 二老因为此事 纷纷病倒 便将两个儿子叫到面前 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两个都不喜欢家里的产业 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这让我们放心不下呀 二老切勿忧虑 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们只管养病便是 现在波罗奈大汉 民不聊生 因此 我想把家里的钱财 一部分用来镇际灾民 一部分用来供奉龙王 希望其为波罗奈普降甘霖 大悲菩萨的弟弟说道 这也是我们祈福的方式 希望能让二老延长寿命 大悲菩萨说道 如此也罢 你们做主便是 于是 大悲菩萨兄弟二人 把钱财分于灾民 剩下一部分 来供奉横河里的龙王 希望其收到供奉后 降与普济世人 不久之后 波罗奈果然降了 十余天大雨 因为大悲菩萨兄弟的善行 他们的父母寿命 得以延长十二年 后来 双亲去世之后 大悲菩萨兄弟两人 就到横河边上去修行 大悲菩萨的草屋 在横河上游 弟弟的小屋 在横河下游 有一天 受到大悲菩萨兄弟二人 供奉的宝珠锦龙王 从横河里出来 他变作 他变作婆罗门的样子 圆和游晚 就这样 经过大悲菩萨的草屋 静止来到他弟弟的草屋 看到有修行者在屋中 他便说道 修行者 我可以进来和你续话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 便走了进来 坐在大悲菩萨弟弟面前 说道 你就是十二年前 把钱财分与灾民 又供奉横河龙王的人 佛罗门 善者不提往昔之善情 你的兄长在横河上游啊 他的修为比兄弟高深很多呀 那是当然 他在家时就懂修行之道 我也是受其影响而进行修行 于是 他们一龙一人 针对修行展开了话题 龙王本是得道高人 说出的话 自然可以点拨大悲菩萨的弟弟 修行者 天色已晚 我这便告辞 明天我再来此和你畅聊一番 宝珠锦龙王说完 便出了草屋到河边 变回龙的样子 钻进了横河边 第二天 宝珠锦龙王又是经过大悲菩萨的草屋来到这里 与大悲菩萨的弟弟畅聊 如此这般 过去了好长时日 有一次 大悲菩萨的弟弟有了新的感悟 正逢龙王来此 便与其讨论起来 那龙王听了他的见解也非常高兴 于是乎竟然现出了原形 你为何物竟然如此变化 修行者莫经 我乃横河第一龙王 名为宝珠锦龙王 受到你们供奉之后 擅自为民众降雨 被帝是天得知 判罚在此段水域为龙 宝珠锦龙王说完 便回婆罗门形象便告辞了 此人是横河龙王变作人身 如此经过我多处 看样子是去弟弟那里 得到龙王的指点 他的修行应该大有进步 既然如此 今天我去看看他 大悲菩萨带上饭波便出发了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弟弟的草屋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未见 于是大悲菩萨欢喜地说道 弟弟 兄长来看你了 可是连说数声都没有人应答 于是大悲菩萨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见弟弟面目枯黄 蜷缩在床上 双眼滴溜乱转 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弟弟你这是怎么了 大悲菩萨来到弟弟面前 仔细看了看面色说道 你是不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龙 龙 弟弟语不成句 指着门外瞪大眼睛说道 看来你们讨论修行之道 那龙望太过高兴显了原形 是不是这样 是 是 弟弟终于回过了神说道 兄长救救我 他还会来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弟弟悟忧 那龙望名为宝珠井龙望 他第一次经过我的屋舍 我便看了出来 他和你我一样都是修行之人 所以不要恐惧于他 不过你要是真的不想见他 我倒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兄长快说 弟弟兴奋地说道 他有一个宝贝叫摩尼珠 乃龙宫镇宫之宝 他对其爱护有加 因为他的驰和穿戴 皆由此猪提供 下次他再来 你就跟他索要此宝 他自然不敢再来 此计甚妙 弟弟说道 实际上 他对兄长的话 是半信半疑的 心道 不管那龙望 有没有摩尼珠 我都要试试 万一吓住了他 我以后也不必再担心受怕 大悲菩萨在弟弟处住了数天 看他逐渐好转 便回转恒河上游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那宝珠颈龙王 还是没来 大悲菩萨弟弟心道 那龙王为得道行者 具有很大的神通 难道 听到了兄长的话 不敢前来 如此说来 他还真的有那颗摩尼珠 不过 出乎意料的是 没过几天 那宝珠颈龙王又来了 他刚一进屋 就说道 那日我还要过来 却见到你的兄长在此 因此没有过来看望你 怎么样 最近可好 说完 就要坐下 龙王 我如今有一事相求 不知你可否答应 大悲菩萨之弟说道 什么事情还能难倒你 这我可很感兴趣 你马上说来 看我能否帮得上你 宝珠颈龙王说道 我最近修行遇到难题 兄长告诉我说 需要你的摩尼珠 帮助我过关 因此 我打算向你讨要此珠 这个 唉 你的兄长真会说笑 你这龙王 刚才还说得那么痛快 现在怎么了 不肯答应 那宝珠我未带在身上 你稍等待 我回宫去取 宝珠颈龙王说罢 就像逃跑似的 走掉了 兄长的办法应验了 这龙王虽微得道者 也还是有惧怕的东西啊 大悲菩萨的弟弟说道 再说那龙王回到龙宫 心道 那个兄长太厉害了 怎么知道我有此珠 我是给还是不给呢 他正犹豫不决 他的夫人问道 夫君 你在思考什么 宝珠颈龙王便把经过说了 那夫人说道 此珠为本龙宫正宫之宝 岂能随便给予别人 宝珠颈龙王听了点头称事 但是心道 我和那修行者甚为相知啊 不去他那里就觉得少点上 去了吧 他肯定要那宝珠 看来 我得等一段时间 他忘了此事再去不迟 过了一段时间 宝珠颈龙王觉得 大悲菩萨之地 快忘掉宝珠之事 便从横河飞出 再次来到这里 没想到 一进屋子 就被大悲菩萨之地拽住 他问道 龙王 我等你这些天你才来 这次可拿来宝珠给我 哎呀 这次又忘记了 你稍等 我回去取来 宝珠颈龙王说完 撒腿就跑 又过了一段时间 龙王又想去找大悲菩萨之地 可刚从水中出来 就被他堵个正着 哎 我说龙王 这次可是第三次 我跟你要宝珠 你给是不给 哎呦 我忘记了 龙王还没说出这话 大悲菩萨之地 却先说了 他看龙王 尴尬的样子 说道 亏得当初我们兄弟 如此供奉于你 今日这么一个小要求 你都做不到 修行者 你可知道那宝珠 对我很重要 我的美食美酒 皆为此宝珠提供 你要它 就是断绝我的生活呀 因此 我是不能给你的 如果你再要的话 我只能不去你那里了 就这样 龙王返回了自己的龙宫 再也不来 大悲菩萨弟弟这里 过了一段时间 大悲菩萨再次来到 弟弟之处 却发现 他仍然病着 便问道 我的方法不奏效 禀告兄长 那方法是借效的 可是那龙王因此不再来 我对他很是思念 因此病倒了 你并不是思念与龙王 而是思念那宝珠 你三次讨要 原本只是作戏 可是当你从龙王口中 知道此宝珠之功能后 很想得到 是不是这样呢 兄长你怎么得知的 这些话 我未曾跟谁提起过呀 弟弟 你我都是修行之人 从你的面色 我就能知道你的内心所想啊 其实 那个宝珠对于你我来讲 没有什么用处 而对于那个龙王来讲 那是他龙宫的根基 所以人家才不会给你 但这些都是无所谓对错的 我劝你还是舍弃那些贪欲 珍惜时间修行吧 这才是正道 大悲菩萨说道 兄长教训的是 是我动了凡臣之心 向贪得那宝珠 现如今经兄长教诲 我顿时毛色顿开 但愿你所说是真 从此不再有贪吃银 早日修得正果 大悲菩萨说道 大悲菩萨和弟弟又聊了一会儿 之后辞别而去 后来兄弟两个人 由于善业的原因 得生凡天界